我真的很喜歡講美國歷史上有一個大老闆 叫做Bill Newton Bill Newton是誰呢? 原來做過福特的頭、做過GM的頭 後來美國軍事工業是他打起來的 Bill Newton是20歲從丹麥來的 一個丹麥人 他是20歲來做什麼單車修理工? 做單車的 他很早來做汽車做工人 從工人做到工頭做到這樣 他做事就很認真 但是很有想像力 所以到1910年代 他已經做了福特的頭 福特是很有想像力的 他的口號自己的想像是 我要一個工人買得起的汽車 就是這麼簡單 他的工人要買得起的汽車 這是他的夢想 他的夢想 他第一次夢想 最早汽車出來的時候 那個汽車的廠家分析說 汽車的市場有多大 汽車的市場是那些 顧得起汽車夫的家庭的數字 請得起司機 請得起司機 當時福特就說 他自己喜歡開車 他是賽車手 我喜歡開車 一定要做一個自己喜歡開的車 他做得很成功 然後在1910年的時候 福特的T型車 做了700多美金一架 但是當時的工人 就是一個星期 一日是2.5美金工資的平均 是 後來1914年 福特說不行 我的工人要是我的客戶 他一夜之間 那些工資從2.5提高到5元 這個5元是什麼概念呢 英國當時的工資是1元 所以美國是5倍的 英國工資5倍 這麼高的 但是他就有一個信念 就說他的工人要變成客戶 最後他的工人幾年之後 到1918年左右 他是一個工人3個月的工資 買了一架福特車 做了200多元 自己的路在降價 你看這個夢想很重要 這個Bill Newton就是這個夢想的人 後來他想多些花樣 但是福特不需要兩個人吵架 吵架他就跑了出來 跑了出來 就這樣被通用 雇了去那個 Cherry 去做Cherry的房子 他原來是5萬元工資一年 降到6千元一年 他沒問題 多少錢都可以 6千元 他剛才說 要聽不聽自己的講話 他叫一些管理人員 銷售大會 他一去 他上台 上台 上台 要他講話 他就說 one for one 好 當時Cherry的產量是福特的十三分之一 福特Model T的十三分之一 他三年做到了 他的one for one 很有名 是福特的一名 美國工業市就是個奇跡 福特 就是福特 是不是福特 不是 一架到一架 一架福特一架Cherry 一架福特一架Cherry 他三年做到了 這個很有名的故事 後來他做通用又做到整個通用公司的老闆 通用汽車的老闆 後來有一天二次大戰未開始1938年 羅斯福就在 所以我們的軍工是世界排第十三位 戰爭來的怎麽是 他問他當時的美國商會會長 他說我們美國組織生產給我三個名字 去找他們 最認識的 那個會長就說No.1 Bill Newton No.2 Bill Newton No.3 Bill Newton 這樣說 就叫他的助手Harry Hopkins打電話給Bill Newton 他說總統想找你去做管理美國軍官的總統 他就第二天就去辭職 他的老闆 當時Slone 老闆Slone就是通用的老闆 爭死羅斯福 你為什麽要辭職 別人不說他走了 他沒有多句的 那一晚他就跑去華盛頓去白宮 甚至Ariam Hopkins出來說 很對不起 我們沒有錢請人 沒有錢 當時一句我真的看見他沒有寫自傳的傳記 我真的看到眼淚汪汪 他說他是去移民的 他說這個國家對我這麽好 這個時候是我回報了 拿一元的工資 一元的工資 去組織美國 大家不用說美國二次大戰的時候 就是世界民主國家兵工廠 全革美國 他一手組織起來的 他一手組織起來的 不只是他帶了一大堆的那些工廠管理 那時有名叫做一美元管理 每個人都一美金 辭了工作 拿一美金給美國和美國政府工作 真是很偉大的這些 還有他們計算在工作場上累死的高管 比例還超過了戰場死的士兵 真是累死的 這個累死的人中間 包括這個福特的兒子 49歲癌症 胃癌死在辦公的地方 伊朗媽實際就是這樣的精神 實際就是這個精神 一樣的精神 我很喜歡美國這些工業傳統的 你看回美國大家又要賺錢 又什麼好像又要享受 不是的 你看回整個美國 從移民來到我們一個理想 來國王院來上帝近 來到美國之後 這樣拓荒 多辛苦 你想想當時去猶太拓荒 去的人死半天八十都有的 拓荒到過來工業時代 去維持建立自己國家到民主之後 我真是這麼說 我很熱愛這個國家 這些是真的愛國 真的愛國 所以今天我看到伊朗馬斯克和特朗普這麼出來 他們作為大的這些傷人 這個是成計了美國精神的 這是犧牲的 這就是犧牲的 真是拿國家放在自己的上面 你沒有看他講話 又不懂得說 沒有政客說到天花龍鳳 但是這個真的是美國精神 所以我們一定要支持 大家投票 我也要忍氣的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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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別人說 是投票 你那個地方就算你在灣區 你投不贏 你都要投 因為你有其他議題的 你整個州有很多議題的 李南央說有三十幾個議題的中間有什麼東西 你支持誰不支持那個 一定要搞清楚要投什麼不投什麼 大家要投票 不投票這個國家 如果大家沒有這種對一個國家負責的精神 這個國家沒有了 這個奇蹟來的 美國這個國家 在歷史上是奇蹟來的 就是真的是由人民創造一個這樣的國家 用理想 人民的理想 完全沒有 就是現在那套民主黨那套東西真的好不行 那套是共產黨的東西來的 大陸是共產主義 明明我們在大陸去得多知道 一看就知道了 什麼都是集體的 什麼都是集體的 它不鼓勵你個人的發明 所以你看看伊朗馬斯和特朗普這兩個人 在另一個國家真的找不到 美國這樣的環境 才可以培養這個人出來 真的在其他地方沒有 歐洲根本沒有 整個歐洲都沒有 歐洲已經 因為歐洲傳統那種 已經是很積重的 就是很深重的那種特權 歐洲人 權貴制度 什麼事情已經是下了很多年 我們都打算拿人工的 就是我們那一代真是個個都自己破身下去 就是破產都要做出來的 就是這樣 就是現在這個精神是很難得的 變成了美國如果還可以維持到這樣的精神 就是有200多年歷史還可以維持到呢 這個一定要堅持 將來就是這個精神的領導全世界 我們香港都是奇蹟來的 這麼小的時候 就是靠這些人那種的拼 一定要拼搏 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我看這次很有希望 我和小夏剛才上場之前都覺得 就是覺得特朗普的選舉 好像那個勢 我覺得賀錦麗的勢就一直在跌 他穿高啦 他是什麼人一直穿高呢 一路被人看穿了 被人看穿了 又說不出話 又拿不出話 但是特朗普就重複重複一路 現在也有Elon Musk Tucker Carlson 一路在幫他 就越來越想 我覺得他真是很有希望 當然沒有人保證 但是我覺得他很有希望 大家看個勢啊 什麼樣子好 小夏的臉都好很多 不要緊 這些東西心情 希望 真是快樂 大家知道 希望才是主要嘛 有希望才有前途嘛 所以這個很難得的 大家要看一下 你們看到的實證 小夏就是 真是美國 很多美國不是他那個 很多美國人都是這樣的 真是 移民都是啊 他都是移民 都是這樣的 他覺得這個國家是值得愛的 要值得擺個心血下去的 真是在建設那個國家 那個東西很厲害的嘛 Elon Musk和特朗普實際在建設新的美國 將來的美國 這個很重要的 而且美國是領導潮流 全世界都跟著美國跑的 所以這個 我們現在在說的不是吹牛的 真的是一個夢想來的 這個夢想是真的 所以我今次呢 小夏都說我這個題目做得好 多謝 多謝 我們講到這裏 小夏妹妹 今天講到這裏 星期三見 精神是最重要的 大家要明白 我們將來 現在我們都是這樣的意思 很多人說 我要這麼難 你怎麼搞得好呢 就是難的東西值得搞嘛 容易的東西有很多人去搞嘛 不用我們搞的 是的 就是這麼說 是的 一樣 跟特朗普的東西 如果普通的東西 他是沒心情去做的 但是覺得要打救美國 創造新的東西 Elon Musk也是 Elon Musk不是只有裁冤那麼簡單的 他有很多新的東西 他打算和川普合作 在美國做的 所以我看到的 不用他講的 一看就明白了 我們看到的 他很有理想的 很有夢想的 不是一個 很多的 他們很激勵 我原來政府我死都不進 這麼笨子的東西 但是去不去一回事 但是我會做一些我的貢獻 我肯定會提供我的意見 我的想法 人家都是啦 什麼都不管 你想一下 特朗普那些真是享福 享福到大譜 兩個都是 就是要貢獻 就是要改變美國 這個改變世界 上個星期特朗普在Michigan的經濟發展委員會 他們有個講話 那兩個多小時 大家很值得看 為什麼呢 他們跟平時大會講話是不一樣的 大會就去推動群眾 講得很簡單 那個講得很細節 汽車要怎麼做 AI要怎麼做 我們整個工業要怎麼搞 怎麼把工業打回頭 稅收怎麼做 人怎麼做 很有意思的那些 他就不像平時 很有煽動性 那個講得很 真是很 就是很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政治家的 一個對未來的 政治家對未來的一幅藍圖 而且他多數都沒有用Teleprompter的 他說我不用 我用不了 所以這個人 他想了很長時間 所有怎麼改造國家 他這幾年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而且他們經常用一些司法戰來騷擾他 他還是想了這麼多 所以我真的聽過很佩服 還有幫他寫演講詞 那些美國最多的 和總統寫演講詞很重要 真的沒有生意的 和他寫演講詞 真的沒有生意 真的沒有生意 你看到知道哪幾句是那些人寫的 開頭結尾那些 我有一次去看特朗普在CPEC演講 演講 他就想說 他寫了一張回答很多東西給我 是不是不用 不用 不用 他扔了一張天女散花 拿了一張麥克風來 不斷走來走去 說了沒有Teleprompter 說了一個多鐘 他想了 這些不是他口才好不好 他是想了很多 像你說我自己沒有話說的時候我知道的 但是我真的有很多話說的時候 我真的想過很多 是的 又想過 還有一邊講一邊想 那些是真的 那個真是很重要的 你講話 別人知道你不是別人講你讀的 別人讀你講的不是自己的東西 我這樣整頭到胸的 我們有位聽眾朋友 昨天發了一個照片給我 因為特朗普在Reno 在演講 他就從灣區開車幾個小時去 真是很開心 七個小時 整個都在Reno 他們開到Reno 真是好東西 真是好東西 所以我都挺感動的 他的支持者真是這麼積極的 嗯嗯嗯 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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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真是美國走哪裏 美國繼續走回那種大政府 政府每天都干預你 政府說什麼就是什麼的那種年代呢 還是美國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一個有想像力的時代 一個真是可以實現美國夢的時代 這個我覺得人 最強大的力量推動人 是夢想 夢想 不是錢 不是的 是夢想 他要有夢想 接著各個國家給自由 接著還有資本給他 所以好像他們這兩個人在別的國家找不到的 絕對找不到 因為你沒有這樣的自由 又沒有這樣的資金 你給他 還有你鼓勵他做夢 你今天去華爾街 你說我要幾千萬了? 因為我有個夢 是真的這樣說話的 我以為你華爾街仇會 因為我有個夢 你說給我聽聽 人家說出來之後 你說到這個夢通 可能可以賺到錢 他就給錢給你了 就給資本給你 就是這樣的 我說我們做風險投資就是 聽別人的發夢 你看完夢 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就是他聽那個人又是要放開 要有自由 說那個人又要有自由 現在不只是發夢 那一步一步怎麼走呢 他不只是發夢的 那一步一步 你這個夢 你要想了很長時間 你才知道 好像我經常發新聞自由的夢 在中文世界 我想了很長時間 每天都是這樣的 每天都 如果大家看我的節目 就是國語節目 現在真的越來越來越大 我真是一些一些 哪裏加哪裏 哪裏可以 因為我以前做開電視的 一個節目要怎樣去package 怎樣去整個節目 在哪裏放什麼 在哪裏要做什麼 在哪裏 那些一些東西大家發 發完夢之後 那裏有障礙 這個做不到 那裏做不到 怎樣再去做一下 每天24宗球都在想著 所以大家都是 我特別鼓勵那些年輕人發夢 你夢想做什麼 你夢想做的東西 是的 一樣 很多東西 夢想就真的是 真的是 如果你的夢是足夠有意思的夢 是夢想可以成功的 所以我再說多一次 美國是夢想最成功的地方 最容易成功的地方 真的的 第二度 你說香港最不好呢 香港最不好呢 過去那幾十年了 他們說high tech 就是high tech 就是high tech 你明白嗎 如果投資high tech 就是high tech 那麼low tech 就是low tech 你明白嗎 有一句這樣的話 那你變成那些年輕人想做一些高科技 想講一些先進的東西 它 discourage了他們 所以這個我對那些香港現在呢 所以在香港最近那幾十年 炒樓炒股票 大陸都學了 實際沒有發明什麼東西 只不過是針著股票 針著樓 一有機會壓下去 炒一筆就可以撕一下 可以撕幾十年 這些不是 人生靠炒一下炒一下這些東西 就浪費了你一生的嘛 一生可以做到很多東西的 所以我告訴你 香港這套東西 就是將來一定要改 不只是香港來日本 大陸都是 不只是和父母說話 大陸都是這樣 就是你最後讀書啊讀書啊讀名校啊名校啊 一直去到公司打工啊 找份好工啊高工資啊 最後呢 你整整整整整幾十年出來 人到時候 哎呀 我回回頭什麼都沒有做 這是人生最恐怖的事情 最慘的是小孩都學習他 小孩都學習他 一代一代都是這樣 你人很不快樂 沒理想的 人不怕變化 就是 所以我想好像伊朗馬斯克 特朗普做到這麼大傷人 伊朗馬斯克做到這麼大傷人 本來哪用他惹這些事情而已 他想要什麼 什麼都要到 但是不是的 所以你看這個不關錢的事 人的夢想對人有多重要 是啊 尤其是那些年輕的人 你年輕的時候精力又充沛 腦子又可以幫忙去想 不要浪費了 到了我們這樣的年紀已經不是說沒有夢想 有夢想 但是那個神的魄力啊 什麼精力是差很遠的 所以我說兩回事 我講他不是說什麼 到這個時候我判斷力就很好了 我年輕的時候我跑新聞 我什麼事 說要做什麼 我快手快腳什麼都很快 但是現在到了這個年紀 我一眨一看一眼下去 我就知道誰是重要的 所以這個判斷力 所以人到任何階段 你不要放棄 不要說什麼都夠了 什麼都好 不是的 夢想是到最後那一分鐘 我在美國 加拿大 英國 都碰到很多香港來的人 這件事真的要向美國人學習 美國很多的 你想想老實講 讀書那些什麼 Bill Gates 那些 個個都不是讀書的 Jobs那些不是的 哪個讀書那些根本不行的 但是他就想著一件事 拼命做拼命做拼命做 就像Gate那樣拼命搞那個 那個小手機 即是personal computer 就這樣拼命搞 老實講 比他那些人大把 IBM 隨街都是 他就是拼命搞 搞到一個個人電腦 那個Jobs也是 那些人根本就是追求夢想 不是很厲害的 那些人能力又不是那麼厲害 什麼都不是那麼厲害 他就不斷地追求夢想 這個Elon Musk真是厲害 這個除了追求之外 他真是厲害 你看到他那天在特朗普那裡演講 很精簡的 他講話很精簡的 他講話很精簡的 他講不多的 是啊 他講不到長長的 整句話都講不懂的 所以他講幾句話 但是可能這個是他的優點 變成他做決斷都是一步到位 一步到位 不會拖著來講的 有些 而且他是老闆 其實做老闆最忌備的事情 最忌備的是什麼呢? 就是喜歡聽自己的聲音 一個三萬多顆衛星的網 你想想多厲害 就是他答應了特朗普 在特朗普下一屆做滿之前 他就送上火星了 他跟特朗普也是超人 兩個超人 這個超人帶來了什麼呢? 帶來了可能美國一個新的 叫做什麼?AI革命 火箭降落可以這樣夾著 然後那裡下機 哇 這個又是偉大到不得了 所以差不多全世界 他一間公司等於全世界的太空的活動 不夠他一間公司 那最近呢 Elon Musk 就兩個偉大的人類的課記錄 三個AI的產品 無人的士 無人巴士 接著就是一個機械人 和一些智能機械人 那個show 那個show雖然做了 那個股票就跌了 但是那個show 我們懂得科學的人 這個是不得了的突破來的 那三樣東西都是不得了的突破來的 你想想將來實際 講到最後呢 可以講所有的交通工具 就不用司機了 這個就是關鍵的 那你想想 這麼多總交通工具 不用司機了 那我們譬如開場 可以讓他開 我們自己在這裡做事 一直看著 沒什麼事到時停下又行 那完全是兩個世界 不用司機這個世界 那個成本真的不知道怎麼算 你想運貨 運人 自己出入 而且你不用擁有那輛車 那輛車 用這麼多你就給這麼多錢 是不是 你不用整天買一輛車去車房 真的這件事就是浪費 你想想一年保險費給這麼多 實際上好像你這樣 駕駛兩個小時都不夠 平均一、兩個小時都不夠 24小時你駕駛不到10% 是不是 沒有人駕駛了這麼多車的 就是沒有人駕駛 駛10%這件事很可憐 每個人都肯定是塞車塞在街上那些 所以你想想想 如果不需要自己不用擁有車 什麼都是他跟你叫定 交通也很多 交通也很多 停車場也不用 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這個是一個第二個世紀 這個Mars 第二個 它現在最新火箭 以前跌了下來 它可以翻用 現在它不跌落地 只是在半空那裡 找一雙筷子夾著它 不讓它跌落地 這樣東西 成本就沒有了 差不多比 你可以找人去太空回來之後 又在那裡走回去 等於沒有它降落 每個人最怕不是起飛那裡害怕 降落那個人都害怕 那你火箭降落 可以這樣夾著 然後那裡下飛機 哇 這個又是偉大到不得了 所以差不多全世界 它一間公司等於全世界太空的活動 不夠一間公司 就是這樣說 大家都說 特朗普堅決支持非法移民 不是 堅決支持合法移民 合法移民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是Elon Musk 第二個是他老婆 是合法移民 堅決支持合法移民 堅決反對非法移民 剛才小客說他老婆是特朗普的老婆 記住 是特朗普的老婆 特朗普的老婆也是合法移民 他是斯特朗普的老婆 他是斯特朗普的老婆 所以特朗普有兩個理由支持合法移民 一個是Elon Musk 就是他老婆 就說完了 Elon Musk原來南非 南非也去了加拿大 加拿大再來美國 那麥克風的名字 算是荷蘭人 應該是 就是那些 我沒有去追她的家中的 那些人 看他皮膚這麼白 都是那邊的人 原來南非是荷蘭殖民地 1898年英報戰爭 荷蘭人自行農民 那邊農民叫布爾人 1898年增加土地 英國和布爾人打仗很殘酷 英國在非洲沒有打過這麼殘酷的戰爭 那些能打的 後來英國人人多勢眾力量大打贏了 但是和荷蘭人基本上就有一個認回公民權 後來都是和平 荷蘭裏的南非白人很有勢力 後來黑人政權上去了 把他們弄到死死了 現在很多人走了出來 沒收他們的農場 打擊他們 反向種族主義 所以南非搞到犯罪 這幾年 二十年前 南非那時候 新的政權上台以後 因為那些治安又差那些是亂的 南非搞到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愛滋病 南非搞到二十幾個百分之愛滋病 真的很可憐 不認 當時那個總統不認 愛滋病是可以傳染的 是的 所以這個是以前的故事 但是Elon Musk這個人 真是很有想像力的人 我覺得在做企業 你看到歷史上最好的企業家 他真的不是說他挺有錢的 有錢也是重要的 他家裡也是有錢 能夠投資 但是你拿了一筆錢做什麼 你可以做二世祖的嘛 但是你有想像力 Elon Musk他有Asperger 就是那種講話會重複 講話會就是口吶吶那種 即是口吶吶 不是口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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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perger是一種就是說 好像人家說會跟你說一句 又重複講一句 又重複講一句 經常插進去 所以他講話不是那麼順利的 他控制的Asperger 重到的Asperger 就會很嚴重 你沒辦法交流 所以他想像你 他小時候有什麼自閉症 現在跟家長說 很多天才 小時候是自閉症 被人叫做自閉症 我覺得是愚蠢 我小時候當然是被人說自閉症的 因為我小時候看書看得多重 一二年級開始看了很多人覺得不三不四 大人才應該看那些書 跟那些同齡人沒辦法講話 我關心些人家不關心 不知道講什麼 所以就不講了 不講人家又不懂得講話 講話出來又不對 有問題 如果在美國現在敢要我吃藥 我是有問題 幸好那時候共產黨幫了我 共產黨幫我整個反革命就不准讀書 我九歲就沒有書讀了 沒有書讀就不用學校 受那些洗腦了 這一點 我就覺得 怎麼說呢 因禍得福 鄉下耕田也好 工廠做事也好 做事不用去關心 不用學校 就是整個洗腦訓練 美國有些 我認識一些朋友的小孩 他又不是自閉症 但是他很厲害 又有一點反叛性的 他們一定 我不知道怎麼政府可以判了他 要一些特別的特殊學校讀書 是呀 是呀 那個年輕人 他最喜歡我的了 就是我朋友的子女來的 他最喜歡我 這個人十六歲就變成千萬富翁了 他懂得自己做生意 他就不管那些事情 自己做網上做生意 現在都是千萬富翁來的 年輕人來的 就是小孩子來的 不得了 就是他那種人 他和人不合群 就反而自己想起 和靈人不合群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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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後來做反革命也好 做什麼也好 那都是跟大過我很多的人 大家很適合 和靈人不合群 這種情況 我以前去讀北大的時候 很普遍的 見到很多天才少年 大家說起來 我都是愚蠢人 為什麼他考了去北大的 為什麼他考了去那裡 很多人有類似的經歷 說你不合適的 平時在家裡 就是學校沒有人表揚的 為什麼考試給你考到呢 就是這個意思了 所以那些家長 不要因為你的小孩子 就是有些人說學校 現在學校很壞的 就是大家要一個毛子打出來 一個模特兒 你不說壞 又說你自閉症 你有些什麼想得多 又說你depression 又要你吃藥 他們很傻的 很傻的 家長一定要對抗這些 很可能你的小孩子是天才來的 所以這個Elon Musk不簡單了 他現在只是Tesla 大家都看到了 就由普通的私人 自家車 又去到的士 無人的士 又無人巴士 又無人貨車 那些貨車又在做 又無人的叫做什麼 那些叫做 那些Pick up Pick up英文叫什麼 就是小貨車 就是小貨車 就是小卡車 那裏有一個問題 然後太空就是它的 太空真的老實說 沒有人可以跟它做 它就在放三萬多隻低軌道的衛星上去 將來變成什麼呢 鎖在全世界的大哥大網 就是手機的網絡 和家裡的WiFi 基本上它全部都代替了 全世界的線 就是所有的通訊 就根本就用它了 海底也不需要了 海底電纜也不需要了 那家裡的同軸線 Cable也不需要了 那大哥大網 就是什麼移動網 也不需要了 什麼都不需要 它全部都代替了 你想想這個生意大得多厲害 你沒辦法 就是每個人 而且可以收得很便宜 因為我都做無線出名的 我那時候 請教那些 就是真的厲害的那些教授 發明大哥大那些 我說有線便宜還是沒有線便宜 他們當然說沒有線便宜 他說沒有線不用維修 那條線 我不管你是光纖也好 是的 不用維修嘛 你搞定那個終端 那些無線通就行了 所以它將來 我們每天 現在用很多個小時 在網絡那裡 你也是 起碼用16個小時在網絡那裡 我也是 變成整個網絡就是它的生意 就是光顧它 那你想想多重要 那你醒來的時候 一定在用網絡 是的 老實說 我睡覺的時候 我都聽著的 我都聽著這些東西 我不停的 我24小時聽的 聽得多少多少 你聽不到的 但是你想想 這個整個通訊 現在全世界最賺錢的 不是蘋果 它放手機給你用幾年 不是問題 最賺錢的那些營運商 每個月收你幾十元 一百元 平均差不多收你一百元美金左右 哇 全世界的人都在付錢 那裡很厲害 所以現在大陸都是 那三間營運商是最賺錢的 那它可以一百元美金 它一間公司全世界都做了 最厲害是代替海底的那些光纖 它在空中走 所以它叫做星鑾 就是星鑾來上來 它每一個衛星 星鑾就是星鑾 拿每一個衛星 它的衛星就來煉起 煉起上來 一個三萬多顆衛星的網 你想想多厲害 就是它答應了特朗普 在特朗普下一屆做碗之前 它就送上火星了 是啊 真是厲害 Mars火星是不是 我都說了 Mars火星 送人上火星 不是說送人 不是整個東西上去 送真人上去火星 那你說這個 現在的問題 特朗普也是超人 兩個超人 這個超人帶來了什麼呢 帶來了可能美國一個新的 叫做什麼 AI革命 真是AI革命 以前有工業革命 有農業革命 什麼什麼革命 就是現在我們進入的時代 就是AI革命 各樣東西都是AI的 他們說那些機械人沖咖啡 沖得好過普通人 這些量、溫度、什麼 撿到正了 你要什麼款的咖啡 現在在三萬多顆機場有架機 專門幫人沖咖啡的 你選了那個機械人在你面前 那杯咖啡的成份 我們現在咖啡也是一樣的 沒有理由 它的成份準確到你沒有辦法想象 溫度 整個蒸咖啡的過程 哇 那個控制得好 所以你想想將來什麼都會 我現在真是想想想 現在我們現在說話 我們吃東西 實際上我們亂吃東西 每個人都是亂吃東西的 藥膜就是了 如果真的有人建議 按照你的健康來給你吃 一樣可以好吃的 哇 你這個人的健康差很遠 吃就是吃壞的 很多人都是吃壞的 現在我是發現這樣 大家如果看我 我是做了國語的 現在是在試驗階段做國語的節目 我發現飯是重複勞動 不是創造性的勞動 全部可以AI代替的 不過你想不想辦法 想一條計劃就可以了 全部可以做 所以我現在想 這個問題就是一個很傳統的問題 大家進了AI世界的時候 很多全世界大把哲學家評論的人擔憂 說這樣人就沒有用 人類是不是要沒有 一向從工業革命開始 都有同樣的問題 這個是大哲學問題 講了幾百年 這個問題 這個是從圈地運動 英國17世紀那時的圈地運動 就是說 工廠開始生產那些羊毛 那些衣服大量生產 就將農民的地拿去養羊 圈地運動開始 後來有勞德運動 勞德運動就是工人摘機器 要打爛機器 因為他們搶掉我們的飯盤 從那時候開始就是一路了 到現在 你可以百分之十的人 就做了百分之一百人 人人都可以過得很好了 工作 那你人會怎樣呢 這個是一個想象來的 大家是一個擔憂 人類的擔憂 我覺得特朗普不是哲學家 他有本能 他的本能 人人都要參與進來 你知道這幾年我在華盛頓看 或者美國見到的 嚴重問題就是美國的貧富分化 美國的上層 掌握了很多錢 錢不是錢來的 大把錢 大把資源 壟斷了 美國的普通人 一般的工人 農民 被排斥了全球化的過程 現在我覺得特朗普進來 和伊朗馬斯兩個結合 很有意思 他們兩個人的主張就是 每一個人可以在一個社會參與下來 參與決定 參與整個經濟生活很積極感 同時又去推動家庭 推動傳統價值觀 一起發展的人 因為傳統價值觀很多給人 你說你有很多錢是一回事 人是不是happy呢 和你的人際關係很有關的 如果左派就一向 你看疫情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左派要你戴口罩 大家不理得 大家都變成去崇拜政府 現在特朗普和伊朗馬斯 每個人有很多的可能性 你有好地方發展 不是上層階級壟斷你的東西 我有時覺得這個中間 他們兩個都不是哲學家 但是他們這樣的做法 正在發展出一套 未來社會 人應該怎樣生活 人在保守傳統價值觀的同時 怎樣參與 怎樣融入現代技術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人到時你說養豬 養得多好 多大間屋 多漂亮 你都是養豬養的 人的生活為什麼有意義 我覺得特朗普這個動員 真的很重要 為什麼人山人海的下層人去支持他 跟這個很有關係 不只是說他們可以 不只是說他們可以拿多些錢 民主黨永遠給你多些錢 福利永遠給你 但是這個人的尊嚴 人的參與人就是國家主人 他們一套做法在這裏 就真的挺體現出來的 我還在想 從一個更加理論哲學的角度 怎樣看這個問題 你們看到 特朗普經常說要拿那個所謂製造業 拿回來美國 但是他那樣的製造業不是大陸那些 一美平人工啊 普通的製造業 你如果加上Elon Musk那些思維 那些AI那些 製造出來的東西就不是一件事 但是美國我們用的字是什麼 Game Changer 就是遊戲改變了 接著就是World Changer 他現在這個不是 這是Era 就是時代的改變 這個很重要 他們現在兩個人 這兩個超人拍檔就真的很了不起 而且這些不是普通人 你看看 Avavid 跟他們都是差一段 Avavid 都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聰明得不得了 口罪也好 但是跟他們是差一段的 他們有一個改變時代的那個 美國可以發起一個新時代 你想想 它用AI用了很多地方 你說現在看病 醫生老老實實跟你回答兩回答 有時候我說醫生的診斷 他又急 但是你如果用AI做診斷 加上醫生少少 差很遠的 就是找什麼病都找到的 這樣就變成了整個人的健康 健康 健康的工業多大 醫療健康這個工業大 醫療健康是美國GDP的21% 你想想 這些就是生意 而且未必需要很多工人的 你每天要跟人斷診 又說配什麼米藥給他們 那些醫生不是很靠得住的 我老爸媽說 老實說 都是因為誤診 害死啦 因為誤診 我完全清楚什麼事情 也不是沒有錢 好貴的醫院 Mail Clinic 什麼 Sand Francisco 那間山頂那間醫院 什麼最好的醫生 一點用都沒有 誤診就是誤診 但是所以反而AI犯的錯誤會少很多 不是說是沒有 但是就會犯少很多 就是人呢 反而真的犯錯誤 做律師 做教師 多了 所以美國將來在這方面想的 而且它還收得起價錢 這些是軟件來的 硬件只是給你用 接著軟件不斷賺錢 我們現在大約大約的手機的營運商 不斷賺錢 賺錢遠遠比蘋果的手機 那一刻最厲害 所以我告訴你 將來美國整個都變了 對不起 插多一句 我們現在的觀眾那些子女 給他們去歐洲浪費時間 我去到英國我看到他們真是爛到頭 沒有前途 你說我親美也好 什麼都好 美國要有前途 將來它可以發揮他們的能量 發揮自由 發揮 又有資本 只有美國 全世界只有美國 日本我也清楚了 差太遠了 現在兩黨 民主共和兩黨 現在越來越清楚 可以有一個很根本性的區別 民主黨是要打消人的創造力 將權力越來越集中在國家 國家當成為養豬一樣 你們也好 拼命印錢 最後引到大家破產 全世界到處去打仗 到處去干預 真是世界不得安寧 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將權力集中在政府 他們要權 這個跟共產黨是變得一樣的 就是要權了 共和黨這邊呢 原來共和黨不是這樣的 我給特朗普整個變了過來 變成普通人的黨 普通人要參與 變成要削減國家的權力 所以特朗普昨天才說 Elon Musk叫做削減政府部長 也不會削減 就是昨天 昨天 我現在 Cut Cost Department Cut Cost Department 這個是開玩笑這樣說的 但他不是內閣 但是就是這樣 如果給我呢 我現在申請去削 特朗普上來 我申請去削美國廣播機構 全部削減都可以的 真的一個都沒有用的 那裡一年八個多億 我說我真的 留回十分之一給我 我就做得好得不知多少了 所以我真的要申請 就是說政府 他現在要減少政府的權力 減少官僚的權力 將權力還給人民 而且用這種各種新的技術方式 很有想像力的方法 讓美國每個人都找到自己一個合適的地方 這個真的是 我推薦了大家